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时钞评述 今天是星期日 我们往常做节目呢 这期节目都是提前做的 因为时间的原因吧 那结果今天这期节目就显得很特别 因为香港宣布在10月5号星期六的凌晨 开始实施这个紧急状态法 而第一步在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之后 即刻颁布了蒙面法 这些它的概念就是紧急状态法的背景之下 相当于香港特首废调立法会 所以立法会就它不经过任何讨论 它只是经过执法机关 执政机关 行政机关 只要一商量就行了 赋予香港特首至上的权利 换个角度来讲 你可以理解成紧急状态法 等于是香港处于战争状态 班拉战争状态 那战争状态那当然是就一个人说了算了 对吧 那个国家总统都是军队的总司令了 他说要杀就杀 他说要砍又砍 要撤就撤 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香港就进入了一个准军事状态 准战争状态 那将带来什么影响 我相信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呢 北美还没来得及反应 通常以香港今天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三大金融中心 以金融中心的地位 它会出现巨大的波动 你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在八月份 在八月份动荡期间 从香港流出的资金大概一千亿 他那个数呢 没说一千亿美金呢 还是一千亿港币 但是他提到说 在这一千亿当中 有七百亿进入了新加坡 是香港电台报 如果是港币的话 还好一点点 如果是美金的话 那是很大的数字 也就讲说拼命地往外跑 那以现在的状况 现在一切操作都是电子的 在林郑月娥星期五颁布 星期五下午三点钟颁布 紧急状态法开始实施 香港的那个时候 应该是香港的股市 会市都已经关闭了 对一些散户 小户应该是比较惨的 但对一些大户 因为大的户口 大的户口 大的生意人 投资人 他会跟伦敦 跟纽约联为一体 跟伦敦的连接性就会更高 他就会借助他的账号 在伦敦的这种相互 搭桥的账号 很可能 搭规模的钱就出去了 因为生意人 是无力抗争枪炮的 更无力抗争 这样的这个 怎么讲 以法律的名义 实施这种 在和平的环境里 实施一种准军事状态 香港变成了一个 真正的军警 军警城市 就跟电影 英国电影 威自仇杀队 是一样的 以保护人民的理由 以这个 城市安全的理由 那变成了一个 完完全全的一个 剥夺了人的自由 剥夺了人的道理 人性的一切 完完全全剥夺 在威自仇杀队里面 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一些做脱口秀的 接下来我们节目 做脱口秀的 其中一个做脱口秀的 很有名 对吧 他认为他的名望 足以能够 他的名望足以能够 有能力替人民 发出一点声音 能够在完全压抑的 生活环境中 得到一点快乐 所以他就嘲笑了统治者 然后这个人就 应该是抓 秘密警察抓了 然后打死了他 打死了他 我记得里面的女主角 当时逃到了这个人家 因为里面的女主角 就是在电视台里工作的 所以他用了女主角 作为这种统治者的 宣传的概念 宣传的那种 愚昧的那种 愚弄人的那种概念 那作为威先生 就是一个蒙面者 男主角呢 抗争的是警察 因为他采用了暴力的方式 而里面 同样在宣传当中 有另外一个就是 助纣为虐者 就像中央电视台的台长 就像中央电视台的 这个电视主播 那威自呢 就冲 就用他的手法 进去之后 把那个人杀了 那很显然 他杀掉一个电视台的主播 去威胁 就是等于是警告 整个这个叫什么 这些军警 整个军警 那在今天的香港 就可能出现了这个场面 那他的一个场面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说 在香港有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 这些人是叫勇武 吴勇是勇武 当蒙面法出来之后 和平抗争 和平集会游行 将大大的受到了限制 将大大的受到了限制 那整个香港 从6月9号抗争以来 他的黑衣 黑口罩 几乎成为了他的标志 蒙面的概念 成为了他的标志 所以那将大大受到限制 你说会不会有 会有 如果香港人和平抗争 那申请游行 那香港警察 在这种蒙面法 通过之后的背景之下 他要允许香港人游行 如果出来200万人 人家都没戴口罩 正面抗争 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以为 那现在的香港 处于一种很惊恶 很惊恶的状态 就是大家 没想到他回来 即刻颁布了 相应的法律 而他颁布的 进入紧急状态法 却跟习近平在国内的状况 是等同的 习近平在 在10月1号 10月1号 这个宣 戒了鬼魂之后 10月2号 就在 《求识》杂志 颁布了 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 叫自杀自灭 自毁 是讲 共产党不会被别人打倒 共产党唯一的敌人 就是共产党自己 那这种斗争的理论呢 将意味着 他在四中全会前 就是10月份 他很可能向他的 最主要的敌手 发难 那谁是他最主要的敌手 给他的权力激起 因为他用了一个词 叫什么 百足之虫 什么随死不将啊 叫随将不死啊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引用这个说法的话 他的背后的意思就是 在反腐中 他被他打了某种势力 到现在还在抗争他 所以香港出的事情 跟他在国内的事情 是等同的 完全有理由相信 林郑月娥是到了北京 受到他的指点 就是受到他的指令 而在香港颁布紧急状态法 而香港颁布紧急状态法 跟他在这个国内将要 进行的打击 是等同的 那有多少人 愿意任他去打击 跟他对抗的声明 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打击 不知道 但当他颁布这种法律的时候 将意味着 抵抗的一面 就是 你让我说 就是天灭中共的一面 将完全进入到中国 香港的过程只是个过程 而爆发天灭中共的 引头是在中国 在过去的时间里 无论是在德国 就是德国冲破了柏林墙 还是当时苏联解体 以及在波兰 都发生了类似的状况 就是这种 权力者以国家的名义呢 进行强力对抗 这个普通的民众 而民众不接受 我印象在波兰 在捷克 在这个 波兰捷克 阿尔巴尼亚 包括当时的南斯拉夫 都出现过类似的场面 就是说 在当时的执政者 都颁布了 实施了类似 紧急状态法的动力 苏联比较典型 军队去了 那开着坦克车去了 那叶利钦站在了坦克上 所以这都是 紧急状态法背后 背景之下出现的场面 香港没有坦克 那香港颁布紧急状态法 如果民众出来 以这样的概念去抗争的话 就是香港的抗议 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它颁布的时间 10月4号 两条七 七的定数呢 我们说习近平死在蛇打七寸头 一定是跟七脱不开的 人家开个玩笑 这不是开玩笑了 太极升两仪 两仪升四象 升完四象之后 时空具备之后 后面出现的是开天辟地造人 开天辟地造人 就是有了时空 造了生命 然后就出来了 这个这个 随火是福西 随火是给人们的火 福西给了人们八卦 随火是给的火 让人们可以吃熟的肉 来使这边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而福西给了人中的八卦 一阴一阳 一肉面 一个肉的层面 一个人的灵魂层面 那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平衡 那是神的善念 而习近平用的斗争的理论 同样是把这一份善念作为对立 而今天 人们看到在香港出现的事情 将香港的事情将持续 一直到天灭中共发生在中国 咱说过 按天辅导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